这难道新赛季这个新地图啊 雪岭又是一张 和正月一样 弹同的神族地图吗 因为这个只打过两场 所以还没有 诶 诶 一二三四 五六七 这边 一二三四五 六 六打七 冰数量都差不多 冰力呢也应该是差不多吧 不过的这个 电兵也都出来 两个科技走向 升级好了一攻啊 紫龙的一攻已经好 但是宝儿并没有一攻 选择了打 哎呀这两个甲虫位置投的 哎呀 哦还行 这电兵已经电到了两个甲虫的身上 哦这个金亚虫不敢投了 哦 这子龙的正面一泄千里啊 宝儿的暴兵确实是犹如黄鹤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啊 浩荡的部队压到了对方的脸上 直接一波要打死你啊 这是宝儿的风格 哦 不过急了 不过急了 弄了 不能说是不急了啊 哎呀 才夸你你又回去了 又缩阳入宿了 而八时开始就是宿命在里面 那金云的武杂 金云主 对啊 不到了八个病 并现在半兵赢 哦 哦 子龙觉得 不骚扰不舒服私集 我报兵软面兵 你报兵港党呢 所以我干脆选择骚扰吧 但是 投了一个ZR在这儿 去打那个野派人去了 一把电 这电了几个 五个 哎呀 这个运输机就送在这里了 电了五个弄命 阿斯的脸本来就被烧骨了 现在 缅如黑炭了 两个最差 肯定是这个宝儿的赢啊 哦 我是预测地 一公都好 看上去这个部队啊 肯定是这个宝儿更多一些 打了打了 这宝儿还有一队的ZR在外面 这想像出于打酱油 哇 这个电兵店呢 真是不错 但是 后面是有两个 带运输机的这个甲虫的 子龙这甲虫迅速被描 这打一 打酱油的地队ZR 没办法 只能回来 本来是想打对方的三框的 我觉得现在正面压力 确实十分巨大 必须得把边给拉回来 哇 这个 电兵和真多 你ZR来的有什么用呢 对方双甲虫 就是电兵一双甲虫 完克你这个ZR 哎呀 哇 怎么也就是五个 看上去这很美好 这两个甲虫要送来这里吗 还行 两个都是 有一个残血 今天是阿紫的这个 出道纪念日啊 难道会以一个败局收场吗 哎 现在看很有可能啊 这个 确实阿紫最近状态十分的差 嗯 反而展现了自己这个 刚猛无比的这个暴兵啊 现在升到了一攻一防 而对手 紫龙 还是一攻吧 应该 我有双甲虫呢 不知道阿紫有没有造一些Duck 想占一个领 但是兵力完全不成正比啊 只有一个甲虫 被电的电成马了 好 电兵连自己的ZR也不吝啬啊 这个一把电电到甲虫头上 顺带连自己的ZR也洗了把澡 阿紫已经彻底的丧失与对方 相持正面的这个能力 把他调整了一下阵型啊 直接一波插死你 阿紫只有四个电兵啊 只有只有两把电 哦 哦 献出了四把大可 由于可能是刚刚这个 死龙的OB啊 哦 诶 这个爪是没有OB的吗 哦 就在这白电 嗯 刚刚这个死龙的OB啊 一直在这个 爪的头顶上看着 所以知道你是没有这个 打影的 献出了四把影刀 看看 挡住对方这波进攻 啊 金雲忠的物量 攻击 尤其存在 然后 金雲忠的物量 金雲忠的太多了 对方的 对方的确认 对方的力量 宝儿现在前多啊 前多戏多 双BF带升空防 一攻一防马上就要两攻两防了吧 已经是两攻一防了 对方阿子只是两攻而已 须有寥寥的龙旗 对方所有的乐乐插在你这个腹地积极 好 子龙给自己出道三周年纪念日 奉上了一份大礼 宝儿这个坚毅的目光 好 恭喜宝儿 ZVSKS呢2比1反超了 看一下 那边那场比赛吧 这个合成都内队阵 空音军 刚刚是2比0 现在 现在已经3比0了 街洞在阿斯特克那场地图上战胜了 大狗狗拉是确实 ZV队对于街洞来说 还是一个信手念来比较 容易的一个对抗 最后一场这个赛点之争是 Porsk的卖 对积极谋 季墨 完美男人对季墨 完美男人的PV队呢 是让我看不懂的 通常4个ZLOT加2 一个龙旗就可以插了对手 愈先愈死 插掉了这个 黑耳肉 ZVP猛男 黑耳肉都能被他干掉 然后还插掉了一个猪本 猪本就算了 谁都能插死他 这个 黑耳肉 难道今天要4-0战胜空军吗 嗯 这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争啊 黑耳肉 ZVP目前 很大优势